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刚临阿N与阿Lam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灵影艺人的演艺人生的主角就是石坚叔 今天的标题就改为灵影艺人 因为粤剧艺人都讲得八八九九 就开始讲一些纯粹做电影或拍电视剧的艺人 如果仍然用粤剧艺人的生平来做标题就好像不太适合 所以我就把标题改为灵影艺人 代表他有一部分是拍摄粤剧的 有一部分是拍摄电影的意思 希望大家理解 今天介绍的主人翁就是石坚叔 石坚叔是生于1913年1月1日 新年出生 他是出于2009年6月3日 石坚叔原名叫做石榮章 石坚叔是广东省的潘如苑 就是粤语电影的演员 他演出过的电影就多了 超过500部 另外就有40多部电视作品 他另外还有一个外号 这个外号很多人都知道 他叫做奸人坚 在粤语电影中 他就是老牌的反派角色 经常都是在王飞鸿的电影里 担任反派的角色 和王飞鸿大打出手 接下来就和大家讲一讲石坚叔的生平 石坚叔在1913年1月1日出生 出生的地方就是这个 当时还是民国 中华民国广东省潘如苑 他后来就 父母就很早就伤亡了 他就变为孤儿 变为孤儿之后 就由石士奇的弟弟 就在北方旅游的时候收养了他 后来石士奇的弟弟 就因为病逝世 结果就由石士奇和他的姨妈收养了石坚 石坚你看他好似好好打一整天 和王飞鸿打到七彩 其实他在少年的时候 体药多病 他的姨妈就为了 帮他强身健体 安排石坚去学习武功 所以他的武术就是为他日后 演艺生涯就处立了这个基础 当时释逢抗日战争爆发 在学生时期的石坚就读广州时 南武中学时也有积极投入罢课抗战 他联同有人筹划抗日画剧中环省港两地演出 除了担当演员之外 他更加担当幕后的工作 在期间他学习了很多舞台的化妆、布景、灯光等技术 自此之后建立了对演艺事业的兴趣 石坚除了演出话剧之外 也曾经参与过中华民国国军 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石坚在1936年和李杰盈结婚 结婚后两个人生了四个儿子 在1940年当时董德化妆技巧的石坚正式投身演艺圈 起初他曾经帮有万能泰斗之称的 已故粤剧老官薛角仙担任化妆师 原来石坚曾经帮薛角仙做化妆 在那一年石坚正式成为电影的演员 是他首部有份拍摄的间谍片 第一套就是演间谍片 这套片叫做《血海花》 那石坚在片里面 就扮演一个日本的特务 其后在1949年 石坚苏就获得导演胡鹏的邀请 就拍摄《王飞鸿传》 在第一部王飞鸿影片《鞭蜂灭足》里面 他就饰演王飞鸿的对头人角色 在里面他就进显反派的本性 自此之后就奠定了他在王飞鸿片里面 扮演奸人坚这一个地位 在头二十年的电影生涯之中 石坚多数都是被委以担当反派的角色 当中最经典的 除了王飞鸿里面的奸人坚之外 还有如来神掌里面的天残鸿 他那只天残鸿一硬下来 就真是天下无敌 连曹达华都顶不住 另外还有方世玉的对头人角色 这些角色都是每只人口 他那种让人不寒而乐的招牌式的邪笑声 就经常为后来电影不少的演员来模仿 在1973年更加在李小龙电影《龙争虎斗》之中 就饰演大反派韩先生这个角色 在石坚在片中进显他的武功功架 将北派的武功呈现在观众眼前 当中他和李小龙对打的一场更加精彩万分 今天和大家分享石坚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又要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喜欢石坚叔的朋友 帮忙分享这条片出去给其他石坚涌顿的朋友听听 另外你订阅我们这条频道的朋友 请你多多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Lan频道 我们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石坚的演艺人生 拜拜